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他分享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鐵龍 你也可以叫做兔龍 它就是一個相機的籠子 然後你可以擴充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是我一直都不太喜歡用兔龍這個東西 因為第一我覺得它重量很重 第二就是它的價錢還蠻貴的 因為都是客製化 所以它這個東西還蠻貴 可能組一組就要四五千塊之類的 我拍片也拍了好幾年了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買兔龍 因為我覺得根本不需要 正常人也不太需要會用到兔龍 你只需要在你的相機熱靴上面 加上這個冷靴接座 你就可以加上各種你想要加的東西 像是麥克風啊 螢幕啊 無線圖傳啊 甚至是根膠都可以裝上去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根本不會裝這麼多東西 你只需要買一個這個東西 這幾百塊 一兩百塊你就可以買到了 你根本不需要買個幾千塊的兔龍 那其實我之前已經擁有過幾種兔龍 像是這種L型支架 然後這種萬用兔龍 那其實我覺得都是增加重量而已 實用性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就這樣 輕鬆的加上無線根膠 你看 輕鬆的加上我們的麥克風 你看 還可以再加上一個螢幕 所以大部分的人 根本不需要去買什麼兔龍啊 就是專門給你攝影機或相機使用 我根本覺得那就是浪費錢 因為你根本不會用到這麼多奇怪的東西在上面 但是今天我還是買了一個兔龍 那為什麼呢 最重要的不是安裝任何東西在上面 最重要的是它下面這一個神奇的機制 安裝快拆板的地方 有非常非常多孔位可以安裝快拆板 那為什麼呢 你相機原本下面就有四分之一螺牙 你就可以輕鬆安裝你要的任何快拆板 那為什麼我們要再買一個兔龍 只為了裝那個快拆板呢 因為大部分的相機或攝影機 下面只有一個孔位給你鎖快拆板 不管你相機鎖得多緊 你永遠都會出現這種扭動的狀況出現 你沒有辦法避免它 你就是永遠拍一拍 你就要把相機拿下來 然後再把它鎖緊 然後再繼續拍攝 尤其是在穩定器上特別麻煩 因為你這樣一鬆動 你就需要再重新調整你的平衡 這個兔龍下面有超多孔位 可以讓你安裝快拆板 所以你不管要安裝Arca Swiss Manfrotto的快拆板 或者是Sony的快拆板 或者是各種不同品牌的快拆板 或者是你想要安裝到各種奇怪的地方 你永遠都可以使用兩個螺絲來固定 這樣兩個螺絲來固定的話 你的快拆板永遠都不會再扭動了 完全不會 真的是超厲害 這個功能就是在高級的攝影機上面 才會出現的 但是我們現在都用相機 或者是便宜的攝影機來拍攝 比較貴的攝影機 下面當然會有非常非常多空洞 因為他們也知道安裝快拆板 這樣會扭動 所以加了兔龍 你就可以把你的平常的相機 或者是攝影機升級成 比較高級的攝影機 每一間廠牌的兔龍都不一樣 他們固定的方式也不一樣 不同相機的固定方式也不一樣 所以就是看每一間廠牌他們設計的兔龍 到底好或不好 就是你相機有沒有非常穩固的跟兔龍融為一體 所以像是這個small rig 它上面剛好有一個孔位 可以把我們上面熱靴這個部分 就是它有一個螺絲可以把它鎖緊 所以鎖緊之後 我們整台相機是非常非常穩固的 完全不會有在兔龍裡面晃動的問題 那我們就稍微安裝各種配件一下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平常到底會安裝什麼奇怪的東西 在我們的攝影機上面 OK 這是我們平常手持的配置 那就是上面一個無線圖傳 一個麥克風跟一個無線根膠 那平常呢 因為手持我喜歡盡量減輕重量 所以我們不會在外接任何的螢幕 或者是任何東西 甚至有的時候可能還會把無線圖傳拿走 如果沒有其他人需要看的話 我喜歡直接用機身上面的螢幕 直接做拍攝 會輕鬆很多 所以我們手持的配置也沒有任何的電池 或者是電源供應之類的 那如果只是在室內或是攝影棚 那種比較多人一起合作的方式的話 我就會外接電源 然後我們會可能上面再加一個螢幕監看 那我們導管可能會出來 然後加個濾鏡之類的 反正就會有各種不同的配置 那這就是我們簡單的兔龍分享 所以我買這整個兔龍最重要就是下面這個快拆板安裝的地方 整個這樣子甩 它永遠都不會歪掉 就我不需要再拍攝中途再去鎖緊我們的螺絲 所以我們在像是穩定器 影像紋理器尤其是steadycam 那種要破水平的東西 很容易我們快拆板就扭掉 所以加上這個兔龍 下面有這麼多安裝孔位 真的是超級超級的讚 整個是解決我大部分的問題 我覺得兔龍最重要的就是穩固 安裝各種不同的配件這兩個重點 但是我還是一直覺得 如果你不需要安裝三種配件以上的人 你還是去買這種冷靴分階座就可以了 三種東西讓你裝滿滿 真的是輕 然後又更小 然後價錢也更少 OK 之後我們今天的small rig兔龍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E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